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哦 穆老师带了月饼 我想吃月饼 别着急 我们先来玩一个游戏 游戏 谁能说出一句跟月亮有关的古诗词 就可以吃一个月饼 怎么样 好 我先来 举头望明月 低头丝骨香 嗯 不错 出自李白的敬业思物 我也想到一句 湖光秋月两相合 谈面无风 敬未磨 很好 这句出自望洞庭 还有吗 哦 想到了 小时不识月 呼作百玉盘 嘿嘿 不错 举头 你不是想吃月饼吗 快说呀 有了 明月几时有 巴旧往前天 铁头你怎么唱起来了 对呀 莫老师让我们说不是词 不是唱歌啊 同学们 铁头唱的这首歌的歌词 其实是北宋文学家苏氏的一首词 叫做水钓歌头 所以铁头并没有违规哦 哇 这首词我们还没学过呢 铁头真厉害 我答对了吧 铁头 你可以吃叶饼了 等会儿 我还没唱完呢 不准天上光 公圈 今夕是荒芽 铁头 别唱了 快吃吧 你们看 今天晚上的月亮真圆啊 同学们 那老师问大家一个问题 为什么月亮有时候看上去是圆的 有时候是弯弯的呢 老师 这个猫 我还真不知道 这是因为月亮自身是不发光的 它是被太阳光照亮的 月亮 太阳和地球的位置 每天都会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每天看到的月亮的形状也不相同 像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 月亮所在的位置正好能让我们看到它圆圆的样子 老师 我发现不光八月十五 每个月十五的月亮都是圆的 铁头 你说的对 月亮的变化周期就是一个农历月 所以每个月月中的时候 月亮都是圆的 这样的话 是不是每个月都可以过一次中秋节了 铁头 我看你是每个月都想吃一次月饼吧 同学们 大家对月亮已经有所了解了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月这个字 你们看 甲骨文中的月字像什么呀 这不就是一个月牙吗 没错 月是一个象形字 随着汉字的演变 慢慢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月做偏旁时叫做月字旁 月字旁的字啊 老师 我知道 月字旁的字和月亮有关 米小圈 你说的不全面 月字旁的字只有一小部分和月亮有关 大部分月字旁的字和肉 器官 以及身体部位有关 比如脂肪 肥胖 肥胖和肉有关 肝 胆 肥肺 是器官 还真是 胳膊 肚子 腿 膝盖 脚都是月字旁 是的 老师 可是这些字为什么会是月字旁呢 这说不通啊 别着急 我们先来看看另一个字 大家看 这是甲骨文中的肉字 跟甲骨文中的月好像啊 是的 到了小传中就更像了 这简直就是双胞胎嘛 对啊 所以他们在做偏旁时都写成月字旁 原来是这样啊 老师 我喜欢月字旁 为什么呀 我自己身上就有好多月字旁的字 不用担心这次找字找不出来 铁头说得对 所以我们这次提升一下难度 大家到生活中 找一找含有月字旁的字的成语吧 啊 是我高兴得太早了 所以呢 儿子 你怎么看起来不高兴啊 莫老师让我呗找成语 成语里要含有月字旁的字 好难啊 别担心 老爸想到一个 你看看你自己 我怎么了 愁 愁 愁眉苦脸呀 儿子 对呀 脸是月子旁 老爸 还有吗 你看看老爸 能有什么成语形容 老爸 你 虎 虎 虎头虎脑 什么呀 我说的是虎为熊腰 腰也是月子旁的 老爸 我太背负你了 你是心里和嘴上都佩服我吗 是啊 这叫什么 明白了 这叫心服口服 对喽 老爸再给你说一个 你以前考试都不及格 这次却考了85分 变化这么大 你这是 这个我知道 我这是脱胎换骨 我看你这是胆大包天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铁头 我明明考了35分 却改成85分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糟了 露馅儿了 MIT 好 起訴 或者什么 缘分 咱们 看 暴力 inner 寻 去 咱们 呃